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定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众议院星期三紧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 根据该法案 美国政府可以制裁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个人和机构 包括向他们提供服务的银行等 有人称 它是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纳版 然而美方现在的问题不是再通过什么新的法案 而是它有多大的意志 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损害香港和中国内地 欧洲总体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一些欧洲国家表达了他们对香港国安法的关切或者反对 但并没有威胁参与对中国的制裁 英国有些特别 约翰逊首相一日宣布 如果中国继续国安法路线 英国将可以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也就是持有BNO的香港人一条心路 使他们可以在英国居住并且工作 然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进一步交代详情说 BNO持有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在英国居留五年工作或者读书 之后他们可以申请定居身份 接着居留一年后便可以正式申请成为公民 而且申请人数无上限 听上去这挺不错的 然而如此移民英国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很难实际操作的 去英国找工作 哪那么容易 英国需要低端劳动力 想去英国的香港人都是想打入白领阶层 对他们来说光有英国公民身份有什么用 更何况在成为英国公民前还有五六年的不确定性 重要的是英国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不欢迎移民的 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知道就是嫌欧盟的外来移民太多了 抢了英国人的饭碗 帮香港人入籍它是面子 而减少移民是理子 香港人难道不清楚 现在已经不是移民的黄金时代了 中国官方对英国此举表达了坚决反对 英国的表演构成了挑衅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必然做出抵制的反应 但说实话 英国此举对中国社会不产生任何压力 中国公众从来都不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移民的接收 要老胡说 还等什么五六年 英国直接给BNO持有者英国的公民身份不就得了 他愿意演向香港居民张开怀抱的这种戏 不妨演得更彻底些 不管怎么说 唯一真正叫嚣对华制裁的只剩下美国 但正如西方媒体分析的那样 美国已经很难设计出只对中国造成伤害 而不对他自己造成损失 或者致使中方损失远大于美方损失的那样的行动了 接下来他如果硬撑着与中国围绕香港倒下去 有一点非常肯定 他将与中国一样疼甚至更疼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